轩哥 下边 你没事吧 光 咋了哥 我问你的事了 你说一个女孩 她一直祝福你 和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 这什么意思 轩哥 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 莫菲这么说的 肯定是吃醋了呀 你怎么做错什么事 我这也没做错什么事 绝对不可能 你要没做错什么事 莫菲他不可能这么说 我有跟你说过这是莫菲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我的判断啊 莫菲绝对是吃夏总监的醋了 你想一想啊 夏总监这么优秀的女人 对吧 她每天都在你身边 放在谁身上她都会吃醋啊 你品 你细品 你细品 全来是吃醋 阳光 掉我头 先生真是好眼光 一眼就看上了我们这店里最好的张段 是吗 不是吗 张段制造技艺啊 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需要纯手工一滴一点的汁 尤其是这种多彩的工艺 非常复杂 早几年在博物馆里才能看见呢 行吧 帮我把这个包下来 好的 先生 如果我现在打电话问她是不是来巴黎找我 会不会有点自作多情啊 打还是不打 莫菲 你垃圾倒好了没有 好了 看起来 我也想要考虑 我还想要不要 我还想要他的 如果他在家里面 就这样 但我还想要我 给你 我还想要他 我还想要我 想要他 我还想要他 你 我还想要他 你 我还想要他 我还想要他 你 我还想要他 你怎么想起来 杨洋 嘿 你怎么做了 别看 坐下来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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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我们再看 你没事吧 您好 朵朵 您去帮我拿个药箱过来 谢谢啊 你坐 不用了不用了 你坐坐坐 你还好吗 有没有别的地方受伤啊 我没事主要是担心的是你啊 你是怎么招惹到那些法国人的 那三个兄妹又来找马帆了吗 他们丢东西了 非得说是莫菲偷的 是 这样 我给你们找个新公寓 有保安的 这样安全一些 还有莫菲啊 你最近不要出去打工了 唐洋 谢谢你的好意啊 但是我们住在这儿挺好的 今天的事情 你放心我们已经报警了 只是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陆霞 好 我来法国出差 我想我过来看看你 那个 我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是莫菲的室友 您是 咱们在机场见过 对对对 我叫唐明轩 你们 朋友 朋友 朋友好啊 你说朋友来了 你都不给倒杯水喝 真是的 喝水啊 谢谢 你也喝一个吧 小哥 你没事吧 不是 今天谢谢你们两个 没事 应该的嘛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呗 你们开出来的是吗 那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啊 行放心吧 那你先回去吧 没事 你先回去吧 不麻烦了 那你们注意安全啊 那你们注意安全啊 拜拜 拜拜再见 那我说你还真是把别人想说的话全都说了 让别人无话可说啊 是啊 我是有点没眼力见啊 不过今天身手还不错啊 那当然了 你以前练过啊 我怎么感觉跟你开的工资有点少啊 嗯 你应该给我开两个人的 我还能当保镖用的 同 fren子 我可以看到你 Mia是想看着你 但管理设计的计划改变了 有什么事了 不是 我在天空 我不懂 好的 这就是我的新作业 可不可以举她 我给她举她 好的 没问题 当她是自由 我可以举她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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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哥 这个米娅也太奇怪了 明明跟咱说好了的 结果现在又反悔了